用三百美刀葱暗王买下什么一盲盒 究竟会开出什么离奇玩意 为了不暴露家庭地址 寻宝菜鸟鸡哥直接把收获地址填在隔壁老王家 当鸡哥看到盲盒之后也是不太淡定 就当他拿起第一件物品时 整个人都慌了 第一件居然是装个血淋淋的东西 像是某种动物的一块脊椎骨肉 直接吓得鸡哥毛骨悚然 不禁让鸡哥怀疑这个盲盒的主人到底做了什么 一看标签上写着来自岛国 而且还散发出一种怪味 为了搞清楚状况 鸡哥也是大胆的拆开袋子闻了一下 差点吓丢了魂 丢掉这个袋子之后 鸡哥更想知道这盲盒到底什么来的 接着鸡哥又从盲盒里拿出一个球状物品 就像是一团秋叶粘在一起的球体 这下更加验证原主人并非时钟物 不过一想到是来自岛国也不算太过分 下一个看起来比较正常 一个被纸张包裹的玩意 上面还有一把钥匙 鸡哥先是将其放置一边 稍后再揭晓 接着就是一罐哈喽猫的饮料罐 是樱桃味的碳酸饮料 不过鸡哥担心试试就试试 也决定稍后再试 随之的玩意就有点搞笑了 居然是一个鸡腿项链 鸡哥也立马戴上看看效果 似乎能缓和刚才紧张的气氛 不过下一秒鸡哥又想哭了 居然是一根中指造型的圆珠笔 当鸡哥还在净性还能写字时 突然戏品一下发现 纸头的指甲跟针的差不多 甚至还有真实的角质层 直接把鸡哥吓得一哆嗦 不过鸡哥依旧想破釜沉舟 于是又翻出一本封面诡异的小说 不料发现这本小说是空心的 里面似乎藏着什么东西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翻开一看 里面好像有个小玩意 认真一看发现是某种动物的胚胎 还有一张卡片介绍 写着它可以读懂你的想法 不得不让鸡哥联想到 东南亚那种邪恶的降头术 而且还有一个钥匙扣的诡异娃娃 为了压压惊 鸡哥也是想试试樱桃味的汽水 当他喝下一口之后 整个人突然就愣在园内 幸好这只是鸡哥在开玩笑 并表示这只是普通的饮料罢了 接着鸡哥找到一个带手柄的游戏键盘 可仔细一看 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 鸡哥决定留着自己使用 拿出一个诡异的娃娃摆剑之后 鸡哥又傻眼了 老铁知道这是干嘛用的吗 话锋一转 鸡哥就准备拆开这个包裹 估计应该是一本书之类的 里面有一张便条 居然记录了一件1984年的刑事案细节 受害地点还记录在里面 鸡哥一下又傻度了 为了拆开谜底 鸡哥赶紧打开 居然是一本诡异的书 那页写着不要阅读的字眼 但是越叫鸡哥不要读 鸡哥就越想窥探究竟 接着第二页便写着一个类似坐标的数字 以及大大的救命 下一页就写着快点逃跑的英文 接着每一页都是同样的文字 究竟原主人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直到后面出现一个诡异的手绘 翻到后面啥也没有了 不过有始至终那把钥匙还是没搞明白 鸡哥又在盲盒里 找到一个挂着眼睛的魔杖 这就涉及到他的知识盲区了 这个魔杖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最后一个就是有着小火车 托马斯头像的小玩意 甚至下一个是一瓶装着眼球糖果的瓶子 幸好没啥怪味 不过鸡哥依然觉得 这些玩意加起来的话 肯定能串联出什么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感谢观看